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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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头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光从左边照过来 然后在左边有个白色屏幕 所以你会在屏幕上面呢 你就会看到你的一个侧影 OK 但是你的侧影呢 你会发现其实已经代表了 很多你的主要的一些 面部的一些成分 比如说你的额头 你的鼻子 你的嘴巴 OK 然后还有你的整个头型 对不对 同时呢 我们可以去旋转这种灯光 OK 但在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OK 从正面照过来的时候呢 它们代表的其实整个的 主要的信息其实不是很多 因为你看 这个男生和女生 左边和右边 这样看的话 差别就不是很大 对不对 但如果你看这个图的话 差别就蛮大的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这个呢叫做 第一个图呢 叫做The most representative dimension 所以我们把整个的照片 再做一个数学的方法 做人工智能的方法 做一个D dimension的方法呢 再做成找到它最主要的 一些成分出来 最后呢 我把这个光谱呢 完全改break down 这个整个的光谱呢 它其实是由 一千零二十四个点连成的 最后呢 我把一千零二十四个点呢 就是一千零二十四个dimension 给放在整个人工智能里面去计算 这个是最后出来的图像 OK 这样呢 在整个图像中间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 那同一种颜色代表的是 同一种的材料 比如说这是青花 OK 圆青花 比如这个是明青花 OK 同一种东西呢 代表的是一种样本 同一种颜色代表一种样本 不同的颜色呢 代表的是不同的样本 每一个点呢 就代表的是一种 每个点代表的是 一个光谱 只有一个光谱 所以我们靠这个办法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整个圈在围着一个中心 一个点在绕洞 所以呢 这个叫做我们统计出来 它们的整个signal的一个flaturation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contamination 用这个办法呢 我们在整个的古董鉴定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的工作 放在机器里面 直接激光打上去 如果有contamination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办法 直接把它取除掉 OK 这就是一个 我们通过一个人工智能的方法 去做一个cluster analysis 我们做过一些应用 第一个应用是在 Chinese painting上面 然后Chinese painting的中国画呢 在全球来说 应该是难度最大的一个 一个坚定的方法 原因是在于 如果是看西方画 西方画是一个纸张 上面有一层油 油的颜料 油画的颜料 对不对 油画颜料是非常比较厚的 就浮在那个表面 但是中国画不是这样子 中国画呢 它第一呢 它是宣纸 第二呢 你的墨水呢 融在水里面以后呢 你要涂在宣纸上面 它会渗在那个宣纸里面 所以中国画它本身是很薄的 所以呢它里面 可以分析的化学成分 是非常非常少的 另外一个件事情呢 就在于 整个的中国画呢 其实从过去的2000年来说 都是用的是碳黑 就是它是把一些木头 烧成灰 再加上一些动物的油脂 然后做成一个墨条 墨条就卖给你 卖给艺术家 艺术家呢 就加点水 然后磨成一个墨 再画在纸上面 对不对 过去2000年都是这样子的 而且最大的一些做法呢 都是一些黑墨 OK 另外一些颜料 在中国画上面呢 就是叫朱砂 是用了印章的 OK 但朱砂主要成分呢 其实就是硫化拱 对 过去从过去的1000多年来 都是用了硫化拱 OK 而且它印在纸上面 是很薄很薄的一层 你很难去看到 它的这种朱砂 和那种朱砂 有什么样的不同 所以呢 我们从朱砂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OK有两种朱砂 就是C2和C5 它们基本上是同一种颜色 然后呢 我把它印在这个圈纸上面 然后我们做了这个 所有的化学分析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主要成分其实都差不多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cluster analysis 我们会发现 这两种颜色相似的成分 完全不同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原料 最后我们再重新会去看光谱呢 这个是我们的准确性 可以达到97% 最后我们再去看这个 次要的成分呢 我会发现它里面 最主要决定性的元素是 有一种朱砂的原料多了很多元素 叫做molydium 还有iron 另外一种朱砂 就没有这两种原料 这两种朱砂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这两种朱砂 OK 所以现在呢 我们自己的机器呢 可以在1米乘以 宽度为1米的 一个full size的一个 Chinese painting 然后做这个分析 我们也做过一些陶瓷的一些分析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想这些东西 可能大家比较熟 然后左边 最左边那个呢 是明朝的成画 叫豆彩对不对 如果是在Christy或者Sosipi的话呢 那拍卖价钱 应该是上亿港币的一个价钱 那豆彩 那中间呢 就是一个乳窑 送草的乳窑 在10月2号呢 苏富比呢 以2.6亿港币呢 拍出了一个送草的乳窑 OK 那右边那个呢 就是那个青花 OK 但是这三件 其实是一些 市面上的建议专家给我们的 他们就说 你可以帮我看一看 这个东西呢 到底是不是那个时代做出来的 OK 我们自己呢 放在我们机器面做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一个机器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乳窑 然后比较确定的呢 就是在右上角这一块呢 它是清凉式出来的乳窑的一个碎片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鉴定的一个样本 那这个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高防瓶 还有10分钟 OK 然后呢 如果看整个Data Class Data Analysis 我们会发现呢 其实那个乳窑 我们知道是一个防瓶呢 其实和下面那个防瓶的 chemical information 完全一样 完全一模一样 OK 然后 它整个高防瓶的成分呢 其实已经和整个真正的这个乳窑的样本在中间 其实也很接近了 也非常接近了 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同样的 同样的一种reproduction 好 然后呢 它很有意思 你们看到这两种乳窑的颜色完全不同 对不对 但是花蕊信号完全相同的 我们推算呢 应该是从景德镇的同一个厂出产的 它们的整个的配方是完全一样的 就算它们颜色不同 最后呢 你会发现有一个点是在于很 整个class是外面在这里 那这里呢叫做乳窑的一个浓尾 这个乳窑浓尾呢 而不是天然的乳窑去做的一种绿色 对 所以我们可以从整个cluster分析得出来 然后这个是明清花 明清花呢 最后我们发现了 真正的这个明中明早明后清花的cluster呢 其实都在这里 OK 然后这个成画呢 其实在这里 但是这个成画呢 其实我们知道是市面上50块钱买回来的 对 OK 但是这里面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是在于 当我们看到整个的data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明中 明早 明中 还有明后 它们的整个chemical information 是处在一个线性上面的 大家没有看到 是处在一个线性上面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时陶瓷制造的工艺 它们的配方是在慢慢改进的 这个很配合工厂化的一个流程 因为每次到这个陶瓷的话 它们成本很高 对不对 它每次就想改进一点点 而不是一次性进行一个很大的改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当有了iPhone1 你会有iPhone2 而不是iPhone1一直跳到iPhone7 OK 那所以另外的application 我们还没有给出来 就是我们在早期的这个 这个呢 那后来我们确定是原末明初清化 OK 然后最后呢它的data呢 是处在原末的data和这个明早期的data之间 对 然后同时我们也做过这个清料 那这个清料呢它其实本来就是苏玛黎清 我们也confirm掉 对 所以这个呢它是 应该是更接近明早的一个清化 OK 是这个 这个本身的清化呢 其实它本身是幼里红了 这个黑色本来是幼里红 但是后来由于烧坏掉了 所以变成一个黑色 所以很多人觉得它其实是个次品 但是其实这个是个原清化 这件东西其实蛮值钱的 OK 这个呢是我们和波兰的一个大学去合作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实验和项目 因为中东有很多这种彩绘的玻璃 那玻璃的成分呢 其实和陶瓷其实蛮相似的 玻璃呢在修复界呢一般来说呢 比如说一件古代的东西坏掉了 我们要做修复的时候呢 尽量去选用同一个年代 同样的颜色的材料去进行修复 去尽量保存它当时的一个风格 好 然后当时的那个修复人员呢 就给我们几个玻璃 那G1呢就是来自于 17世纪的一个彩绘的玻璃 OK 它还有G3 G2还有G4 那它们的颜色和主要的成分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其中呢 G2 G3和G4呢 它们只有一块是来自于17世纪的 其他的两块呢都是来自于 现在重新做的一个 用当时的配方做的一个 一个彩绘的玻璃 那我们在上面做了实验以后呢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成分 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看到 OK 原来G1和G3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做个三维的模型 OK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给大家看到很多数字内部的一些 一些处理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去从一个科技 再结合人工智能 再结合一个很好一个数学的一个方法 去整确地去做到这两种数据 是不是得到一个相似度 对 然后到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正在和法国卢浮工的一个 国家实验室叫Z2RMAF 合作 还有法国的一些机构在合作 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团队 然后我还有我的搭档 还有我的之前的一个教授 然后同时还有卢浮工的一个 一个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还有Wincent Maturas 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是做激光分析化学的 也是一个专家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在 分析化学人工智能加在一起的经验 可能超过一百年吧 对 那好 这就是我今天需要讲的东西 谢谢大家 那 OK 大家 刚刚应该吸收很多东西 那我们 现在就请那个简先生跟蔡先生 来 我们一起坐下来喝杯酒聊个天 OK 好 因为刚才博士她的背景跟我很相似 因为也刚刚好像 去年我也是用了一个统计的技术 把那些 我做的是油画颜料嘛 把那些油画颜料 一样 就是去做一些分类 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 做相同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就先坐下来 好 那在 在 让各位发问之前 我先请教 两位一些问题 好 OK 在 在那个 艺术品建价的部分 其实我们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 艺术品会有需要修复的时候 那不管是拍卖公司 不管是厂家 不管是 只要是对这个部分有关心的 她会不会 她可能会去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底修复 修复她对她的肩价 她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然后 第二问题 其实他们 在整个的风险评估的规划里面 尤其是 当艺术品 她有一些 我前阵子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 可能 有一件艺术品 她在外面展览了一年多 流浪了一年多 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 她上面有 一点点 那个颜料 掉下来 哇 怎么办 在 就 藝術 就风险评估的这一面 你要怎样去判断说 这个是人为因素 还是 是那个 自然烈化的因素 或者是说 倾向由谁 来协助 那个 风险评估这一端去做判断 然后 刚刚也有提到 在 关于保险的部分 像在这个价格的损失的部分 通常 需要做一个居中的角色去协调说 双方 去达到一个 那个 价格损失的共识 对不对 那 这有没有遇过破局的问题 那如果有遇到的话 他 那 依你的经验 你们的处理方式会是怎么样 然后 在那个 另外 因为其实 我学校本来就是 你昨天刚好去我学校 所以有看到我们学校 从修复也好 然后从艺术品的保存也好 其实我们学校在整个场域 都是有委托他们做保险的 但这个部分 除了我们学校之后 我不知道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当然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保险 但是在修复的场合 保存的场合 这个部分有没有去进行这个保险的评估 或者他应该怎么评估 OK 那这是简先生的部分 好